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,北京时间12月23日,凌晨2045分,西甲第15轮的一场焦点大战上演,领头羊马德里竞技队,客场挑战排名,第三的皇家社会队。 最终马静2比0完胜对手,获得各项赛事三连胜,最新的西甲积分榜上,马静队以10胜2平1负的战绩,即32分高居积分榜榜首,少赛一场的情况下,依然领先第二名皇马队3分,这个赛季,也许马静会给球迷们带来惊喜。 皇家社会队,积26分,依然排名第三位,菲利克斯,因高烧和咽喉言,本场比赛,未进大名单,比赛第22分钟,卡拉斯科送出妙传,但苏亚雷斯,虽然反越位成功,但球没有处理好,被对方化解。 上半场比赛结束,双方战成0-0,进入中场休息,下半场一边再战,第49分钟,卡拉斯科处罚,前场任意球送主攻,埃尔莫索禁区内,投球破门先拔头巢,马静1-0领先,第74分钟,苏亚雷斯禁区内回船,哥罗萨维尔解围,却不慎乌龙助攻,略伦特冲进禁区,一脚抱射破门得分,马静2-0领先,全场比赛结束, 马静获得一场,关键胜利,赛后根据权威数据媒体,沃斯科特的球员,评分结果,全场最佳球员,属于线上助攻的卡拉斯科,他的得分,高达8.4分,进球的埃尔莫索和略伦特,分别得到了7.9分,和7.7分,苏亚雷斯,只拿到了6.8分,苏亚雷斯本场状态,不是太好,除了那脚,间接助攻外,全场亮点不多, 比赛第87分钟,苏神被西蒙尼换下场,科斯塔屁股登场,苏亚雷斯下场时,闷闷不乐,对自己的表现,也不太满意,中超就将,前大连人,俱乐部外援卡拉斯科,虽然没有获得进球,但有一脚任意球主攻,第二球也有他,很大一部分功劳,是比赛获胜的,最大功臣之一, 队友进球后,卡拉斯科喜笑颜开,和队友们拥抱在一起,疯狂庆祝,赛后球迷们,纷纷调侃着表示,队中最帅的两个男人,埃尔莫索和略伦特进球了,圣诞前,马静荣登西甲防守,本赛季可以畅想一下三贯王了,and,他走了他走了,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